那所以在生产和秘乳过后 其实一般女性的胸部 就会有一个比较下垂或松弛的情况出现 那这些情况来说的话 也跟你哺乳的状况会有一些变化 那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情形 我来跟大家解释 麻雀变凤凰 成员仁静黄 大家好 我是精华免疫的凤书医师 好那今天要带给大家的议题 就是我们的 蚕后乳房的萎缩或乳房的变化 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我们本身乳房组织有分两个成分 第一个成分就是我们乳腺的部分 那第二个成分就是脂肪 产后乳房的变化大部分都是因为 我们乳腺在怀孕和生产的过程当中 会被蜜乳激素去刺激 那造成的一些变化 那蜜乳激素刺激我们的胸部乳房 乳腺变得比较发达 那致母乳的时候它就会膨胀 那在这些腺体膨胀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撑得我们本身胸部的一些韧带 和卵组织把它撑松撑薄 在这个情况之下 它才会有乳腺可以有空间去 儲存我们的乳汁 在一个反复的膨胀和萎缩 膨胀和萎缩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这些韧带就会有一个松弛的状况 那所以在生产和秘乳过后 其实一般女性的胸部 就会有一个比较下垂或松弛的情况出现 那这些情况来说的话 也跟你哺乳的状况会有一些变化 像有一些女孩子 其实哺乳量没有到很多 那胸部的变化就随着没有变得很大 但是有些比较认真在哺乳的女性 那它可能胸部每次都很脏 那排空又很多 但大小幅度的这些变化呢 就会造成我们的韧带 比较容易有松弛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就可以提到我们的 胸部下垂的等级 那胸部下垂我们有分三个等级 轻度、中度和重度的一个分别 那所谓轻度就是说 我们的乳头还在整个胸部的中间 那没有低于我们胸下垂的一个幅度 中度的话就是我们的乳头 跟我们的乳下垂已经是在同一个平面了 重度的话就是我们的乳头 已经低于我们的乳下垂 这样子就是很重度的一个下垂的情形 最后呢 还有一个假性的乳房下垂 就是大部分假设有哺乳 或者是体重变化很大的女性 其实比较常见的是假性下垂的问题 所谓的假性下垂就是 乳头其实还在我们的乳下垂上方 但是大部分的乳线已经垂低于乳下垂的情况 那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情形 我要来跟大家解释 那轻度的乳房下垂 或者是假性的乳房下垂 胸部萎缩 或者是胸部下垂的情形比较轻微 那我们把上胸撑起来 或者是把整个胸部的皮囊撑起来的话 其实整个状况就会变好 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熔乳去做解决 无论是自体熔乳 或者是甲体熔乳 在这个情况下都蛮适合的 在一个中度的下垂的情况 其实至少会用到甲体的部分 是因为其实它需要支撑起来的力量 和容积是比较大的 有可能这个范围里面的人 如果有包含乳运比较大 或是乳头位置比较低的 其实可能要做一些些许的 体乳的动作 那到了重度的乳房下垂的话 其实是完全不建议熔乳 单纯熔乳 因为单纯熔乳会变成 其实胸部比较大 但是乳头是朝着下方的 那这样子的胸部 其实是非常不美观的 那我们会希望这种情况的客人是 可以体乳包含熔乳一起去做 这样子才有办法做到比较挺 然后比较饱满的胸部 产后的胸部走中 当然有包含着我们的乳头乳晕的一些变化 那乳晕的变化 大部分就是颜色变深 然后比较扩张 那乳头的变化就是变得比较长 比较肥厚 那经过孩子的吸云 或者是我们哺乳器的这些吸云 那就会造成我们乳头一直不停的被刺激 那会稍微比较长 比较肥厚 有些女孩子会在熔乳的同时 做这一部分的调整 那说乳头和乳晕的调整 其实可以在同一次熔乳手术一起做 那它没有留下太多的疤痕 也不会有太多的修复期 那一起做其实满意度会比较高 因为整个胸部的比例和调整都一次到位 亚洲女性其实有一部分女孩子乳晕 其实没有到很大 那要放进去的甲体 如果我们选择的尺寸是比较大的 可能切口还要延伸 我就比较不会建议这个切口 那本身乳晕就很大 那你要放的尺寸没有到很大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乳晕的切口是没有错 但是基本上就是 还是要由客人来到诊间给我们咨询 那我们一起讨论最佳的方式 和最佳的切口 最适合客人去照顾 和最适合客人去尝匿他的疤痕的地方 跟医师直接的讨论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好那喜欢我们以上的影片 就欢迎大家可以 按赞分享订阅在下方留言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ÍA0 Yiquаж Yook." 感谢观看